靠上手铐 步上球车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再次出庭 为的是去年六月包围警总示威案 二号法院正式宣判 黄之锋入狱十三个半月 选民女神周婷则被判十个月徒刑 港府秋户算账一波接一波 进大学生会署理会长方仲贤 二号也在家中突然被逮 我根本可以走出来 但是有十几位手中 他可能永远 永远 永远 都没可能回来 去年八月被搜出 藏有十支雷射笔 方仲贤一早被议妨碍司法公证 藏有攻击性武器带回警署调查 事后以一万元交保 同一时间一传媒创办人黎之音 也应涉嫌违反国安法 再度到警署报道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 不止民运人士一个个身陷囹语 新闻自由也迎来寒冬 人家都炒完了 是一个有点审查的意味 因为其实我们做的报道 多数是比较敏感 香港有线电视经传 多达一百名员工被离职或调职 新闻部就占了四十人 不但负责专题报道的 新闻刺针小组全被解雇 中国组编采人员 更因同事被炒 心生不满 集体总词 高层完全是没有跟我们的主管部门商量过的 其实同事是失望的 也都是很生气的 一些有型的政治压力 有各种压力之下都会很难做得住下去了 一片风声鹤唳中 港媒被质疑提问力道不如从前 香港电台也被建制派议员盯上 宛如变相言论审查 在北京威裙下 港府全面收紧控制力道 港人忧心的白色恐怖 正不断在香港蔓延 三连新闻我们到